在刚刚结束的《KBS歌谣大助记》舞台中,对于很多BTS全球粉丝团阿米们来说,此前主办方早前泄露出来的目录当中每一位防弹少年团成员们的单独舞台应该是本次年末音乐盛典上最大的看透之一。 不过当天的节目播出之后,《明云奇Sugar》的粉丝们彻底愤怒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年末音乐盛典舞台上,BTS《明云奇Sugar》不见了。都是KBS编导惹的祸。 其实,KBS歌谣大助记,节目单流出之后,很多阿米都非常兴奋。因为看到了KBS为每一个成员都安排了单独演出的舞台。虽然是提前录制好的内容,但这样的情形此前也就在BTS演唱会上才能看得到。 所以绝大多数学生朋友们当天都在熬夜观看这场演出。而最终凭借J-Hope的一首《Just Dance》舞台为起点,防弹少年团每个人的个别舞台正式拉开了序幕。 前面都还很完美,不过到了Sugar的《Seesaw》表演的时候,信号全部中断不说,画面有一段时间是暂停的。 更让粉丝们气愤的是随后播出的《Fake Love》舞台,Sugar的部分全被剪辑掉了。 看到这样的场面之后,阿米们纷纷在网上群问道,明允齐,是个人呢?怎么不见了? 更不能理解的是,当天这段内容并不是现场直播的内容。而是提前彩排的时候已经拍摄好的内容。 KBS电视台方面只需要正常把信号源播出去就可以了。 可惜熬夜观看演出的朋友们始终没有见到Sugar的身影,这确实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原本今年的,KBS歌谣大助记,舞台由于举办方太照顾SM和JYP,忽略中小型演艺公司的歌手而饱受争议,又以这样的方式得罪了全世界阿米。 不得不说KBS电视台这方面务必要好好做一下检讨。 提前彩排好的内容都不能及时播出去,请问这样的彩排的还有什么意义呢? gälangen